由春風宋文化主演的電影就要上映囉 18號他們把拍攝長進美滿理髮廳 整個搬到西門町 在片中飾演洗頭小妹的文化 可是自認技術超強 剪髮有有有 而且那時候就是 一定要剪到手 就是在練習的過程中 難免會有一些就是 受傷 但是我有問過就是每一個髮型師 當你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髮型師 剪到那一刀就是絕對必須要經歷這些的 我個人是覺得我蠻會剪的啦 我非常會剪就是 騎的妹妹頭啦 我本人是只有一個特定髮型啦 所以如果要來找我剪的話 就是妹妹頭蠻厲害的 但是我是真的我那陣子就是 蠻認真在練習頭的 連他那時候其實我幫他 因為他那時候我們是練 他戴假髮然後幫他練習這樣 他都應該可以感覺到手勁 還不錯吧 厲害 使用者的回饋 我只有剪一刀而已 洗頭 洗頭 洗頭是真的是很專業 所以敢給他剪頭髮嗎 剪頭髮我是敢啦 因為沒差頂多就是督品而已 不愧是春風哥無誤 而這是他第一次擔任男主 不知道建置洋蔥給他的評價如何耶 很棒吧 他有看過你 對啊 他有說什麼男生 好 就說了一個好 他們男生就是比較害羞的 我也有問過他們兩個 都蠻喜歡這種認真的笑的開心 昨天的東西不是以前受傷嗎 有關係他嗎 有有有 他現在OK 所以我們昨天剛好有傳訊息給他 對 你有看過那一隻MAX嗎 有啊有啊 是一個非常溫泉的 非常溫泉的狗 所以那個是一個 像他發文打的那樣子 但他現在沒吃 我還是會吃 有後遇見 今天就先喝大火 孔哥 不客氣 還 hired 有 那是 沒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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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不客氣 沒有 有 找 我們 我們